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的这一支那个是英雄1949看标题都知道了 然后现在那个因为我镜头都拉得很近啊那没办法给你们看到整个盒子的一个全貌 那整个盒子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么一弄刚刚就已经顶到这个镜头了 然后呢我先把这个包装给拆一下吧那边上对我轻一点好那轻一点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撕 那这一支是一支纪念版笔了我先把这个包装拆了一下先 然后再给你们去看一下里面有些什么 那首先上面你会看到很多一个年份的一个标志了 1959然后1949我不懂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后面呢又顶到我那个架了我倒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啊这个什么人民日报然后人民文创然后这里是英雄的一个logo后面就三个这样子的logo 然后打开的话应该就直接这样子就一拿开然后哎哦里面还还有一本这个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啊 他盒子里面是这样子然后再这样一条卡条上面有一条卡条哎真的是桌子空间太小了 嗯然后上面写着这个啊这些东西写着一个嗯 嗯祖国万岁然后上面呢环球人物哇这一次的一个怎么讲那些icon真的是很多很多 然后上面的还有一份这个什么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报纸啊这个就我先放一遍吧这个也是观众反馈想看的这样子一直比了然后我就买了回来看这样子 然后刚好价格上面也比淘宝上的也优惠再下来是收藏证书这个呢哦 纪念干笔然后有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下这个呢也是有兴趣的暂停看暂停去看一下收藏证书 好再下来了就是两个这个墨郎墨郎的话看一下 呃这个让我看看好两颗小小的墨呢那这两个可以去放放回去哇整个包装感觉也是挺挺下重本的 因为但这个笔其实价格真的不贵好像是我买回来买回来应该是100多左右的一个价格 然后这个是那一支笔哇有点难拿哇这个笔上面有一些毛什么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啊 这里那再下来打开一下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 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里面的一些明信片什么的哦我去好多的那 啊然后一九四九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哦应该上面的这些就这个连份把它指的应该就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呃对明信片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我先把这些给收一下 这些也是也是给它放一下那我们引路也连的还是优先看这个笔 包装上面我觉得人讲的其实不多那还是一样那这个笔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146然后百利金的一个200然后800 啊我先看一下这个是哦把插把帽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尖那这个尖好那个我先收起来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大小先那大小来讲的话算是一只中间偏小的一个干笔 然后呢整个笔看起来的话还是怎么讲呢 呃还是像怎么讲就还是有点那种就限量版那种感觉的 然后呢再下来的话笔身的一个长度会比200长一点点 但粗细的话应该是146的一个粗细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的笔尖 倒是这个笔有一点我挺喜欢的就是它是一个插把帽 那我个人是喜欢用插把帽多一点的 再下来的是 但这个笔应该不是属于那种日用笔了 毕竟这个拿出门真的有点太浮夸了 还是就跟它这个礼盒一样的整个就是收藏起来的 倒是那个笔盒送明信片的这个概念我是真的挺喜欢的 还好像还没有笔 是说现在送一个明信片的 像那个我以前在英国的话 他明信片的话我都得要分开买 就是我一边买明信片一边买硬币 然后另一边再买笔箱子 嗯笔尖的话是一个26号的一个笔尖 那跟百里金的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嗯应该啊对跟百里金大小一样 那26我不确定是不是叫26号间的这个大小 有时候我也不太会分 倒是笔尖的话啊 刚刚引路眼里一看还是挺漂亮的 笔的话我现在一拿的话 那个还是非常的有一个分量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先 好36.5的一个重量然后拔帽以后是20.9的一个重量 都非常中规中矩那有点不太像英雄以往的那样子一个 怎么讲的一个怎么讲的合理度 这一只感觉做起来真的比平常英雄的要来的要好 就这个感觉的话 好那个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136.62的一个长度 然后再下来是拔帽的一个长度 拔帽的长度123.44的一个长度 那基本上也是属于说跟万宝龙146的这一类的一个定位是一样的 就是完全是属于说一个怎么讲的鱼类型经典为主 然后再加点一个自家元素这样子一个设计方向去设计出来的一只笔 这个金色的话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金色金色来讲 其实这金色还真挺漂亮的说实话 但是那个纹理我个人觉得有点太多了 就有点有点太复杂了 而且字体上以及它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种纹理上面的协调度我个人觉得是挺高的 英雄hero 然后再跟这里再一起对比的话 整个感觉其实还是ok的 然后这里五星五颗星的然后的一个icon的话 它应该是跟国旗一样嘛 但是下面的这四条欧坑已经以及这一个的下面的这个 这种叫什么羽毛吗 还是什么一个形状我就不太懂它想表达什么东西了 那这个数字上应该是想表达它这个历史了 我觉得比之前那一只另外那一只70周年的那一只会 这只我觉得会更来的有诚意一点 然后你看上面的这个 呃就这个凹凸文吧 你看就相对来讲 比之前我做过这么多只的英雄笔还来的 呃怎么样精致很多 然后笔家的话 啊这个应是啊应该是不太能动了笔家 倒是它整个设计的话 这里还有一颗星星去作为一个跟笔家这样子的一个呼应 那整只笔来讲的话明显能感觉到怎么样 就是你看就这里笔帽是非常的重 这个笔帽是真的挺重的 然后后面的一个笔身的话 我觉得要拿146的那个来对比一下 你看啊这次就不错了 你看锐利度差不多了两只笔 你看这锐利度是很接近的 你看旁边都没有什么虚化的 啊这次那个英雄很下重本了 就这只笔的话 之前70周年那只就是跟1495的那个儿童基金会那一只的话到 我觉得这一只会更有诚意一点了真的是 然后后面的一个比例等等 你能看到就它这里也是虽然说没有了那一个 这个你看这里它是细这里最粗 那这个的话它是这样子直接过渡的那以它这样子一个设计的话 因为我爱成我这只爱成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就这只这只是备用的你看也是这里 这里也是有点粗的然后这里再收我觉得少了这样子这个就少了这个细节这只笔的话如果多了这个细节的话会 呃好很多而且看起来会更大气点本身笔的尺寸其实说实话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 呃再下来了那一个啊不对再下来别的地方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我觉得 然后再下来的这个肢体上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毛痕啊刮痕啊等等的问题 然后这个笔帽的形状我就不太懂也是就是这里直直的然后你这里弯弯的然后再直下来笔帽的设计说实话没太看懂 然后再下来的一个这个整个应该是那个PVD的一个电镀应该不会用一个纯金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然后倒是这个笔笔尾上面的这个环的这个地方吧我个人觉得就说它这样子拉开一点反而有点那个味道了它 它不因为它这一支笔不是定位是奢侈笔吗那这个稍微拉拉开一点的时候吗 然后再跟这里去对比你看整个一拉开的时候它变得很有怎么讲它想表达的那个味道就呃很有那种就是中华的那种感觉 像这个的话你这种线条你明显能感觉到它是非常欧系的那这个的话它就没有那种欧系感了但是你看到这个材料 能能有呃有把这个的优点引用过去那这一支笔像他来讲就做过这么多只的英雄来讲 这只真的需要给一下好评我真的是有点惊讶真的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其实呃也可以搞一只就是说这样子比较有意思的一支笔了好 那那个嗯这下的笔握来讲的话也是我喜欢的笔握你看往内凹然后这枚拿这个长度来讲我个人也是ok的但是个人觉得有点偏小这个笔握再粗一点那就非常不错了 呃可能是因为笔尖的原因嘛所以把这个笔握做的很小笔握上面的这个圆环吧呃这个呃必须给加加真的要加分 而且这只笔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怎么讲的就是呃生产中的不应该有细节比如说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歪呃一粒歪了啊或者是毛痕啊脱度啊或者库存痕迹这只应该就没有这些问题 而且它这个数字做了真的不错国产笔真的很难看到一个数字是这么的干净的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只笔的一个那个花纹像花纹必须得要看看因为玩这类的一个限量笔的话就基本上是啊这个花纹我看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看到 呃这样看好像不太清楚还是要放大镜 ok我竟然不碰到屏幕不然你们看到会很陡 ok好那这样子花纹上面来讲呃还是ok的如果是压纹我个人觉得是会不错一点那这个的话它是一个 照这样看应该是印上去的这样一个纹了我个人还是希望它是一个压纹就是压上去的当然这个要涉及到开涉及到那个开模具了可能是成本的一个 这个原因啊这个也是ok反正如果这个纹路拿去压的话我更觉得会好看的非常非常多 再下来看一下这个伊犁啊 啊伊犁就可以了 伊犁来讲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 国产笔的一个打磨了我觉得 那再下来看一下这边啊对就是你看前面有点斜的都是 哦 对前面有点斜然后你看这边呃拉远点这这边要拉远点才能看得清 那里看到上面这个那中也是偏圆的然后这边看也是有点斜的 也是你看完全没有错你看这里哎这里倒是会比之前的圆化一点那书写起来会比较顺滑一点就比起平常看到了那种前面有个小斜面 这个偏远一点但是有也有点小斜的 然后这边的话一看 对也是一样那个 非常就是中缝夹的非常紧了然后 这个对没有任何的一个能看到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怎么讲你看 非常正的一个中缝夹的非常的好而且没有错肩鼻舌也没有歪 这一只真的是 质量真的是挺不错的以他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如果 多出点这个质量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品牌就非常给力了我觉得 嗯其实是差就差点这个 然后上面的细节什么的嗯就是这个笔杆的那个样式我我个人真的是挺还是真的挺挺挺挺掰这个东西的 你看这样子一个内弯的一个它非常符合现代书写的一个习惯 但是从这里看的话它是有点那个 呃怎么讲呢那个经典的那种味道 好然后从这里它这就笔杆过渡到这里的时候它把那个一些就是 传统的一个经典元素然后套用到现在上面而且符合现就是以现代人的书写习惯作为一个设计的话 这个笔杆来讲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挺不错这样子一个笔杆设计 然后哎怎么又是绿色的 哎呦又是绿色的呀 呃好歹给我一个红色或黑色的呀 绿色的哎呦为什么是绿色的 这个绿色有点 前面整个盒子都红色的突然给我来个绿色的好歹这里换个红色的呗 这行吧吸摸器就不吐槽了这个吸摸器是最难看的一个点了 还好平常看不到或者可以自己去换一个吸摸器 嗯总体来讲整支笔的一个笔帽的话见能见知笔杆的话真的看 你喜不喜欢笔杆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挺ok的 如果这个地方吗笔握在粗点 然后跟这边的一个卡环吗就是卡卡笔帽的一个地方吗 能做到像水能这个这么小的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如果再做小一点再那个换一个大一点的间吧是不是太小了已经看一下也不对啊可以再换一个大一点的 如果卡环卡到这里的话 对应该是还有一点点空间的应该是可能是说公差没能控制的这么精准吧 那整支笔还是ok的那 算是英雄就做了这么多支英雄钢笔来讲这支真的是挺满意的 我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一个推荐了 鞋杆上面来讲我相信也是比较有惊喜的那 迫不及待赶紧先试一下这一支笔真的挺不错的 然后下来而且还有明信片呢这个他这个点我真的是挺喜欢的就是有明信片的这个 就是他整个如果再加个邮票或者加个纸钞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哇 非常非常的ok 好那个上完墨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 那上完墨就这个样子哇这个笔尖沾了以后你看上面的那个pattern嘛就上面的那个印就没有看到了还是得要用那种刻纹的那我先拿一下本子好那这样子我把笔尖给擦一下看一下没上墨 点一下哎有可以好那赶紧来试写试写这个有点小激动 好书写完以后吧那能看到这支笔呃跟以晚一贯的英雄那个斜感不太一样那这个笔的话他是怎么样个情况出没很大但是比比尖很比尖很比尖很比尖怎么讲比尖中缝夹得很紧那你 你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出没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你看非常黑出没非常大那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两边的横和树的一个斜感相对来讲都是偏现代一个斜感然后我写起来的时候就是非常中性比没有沙沙那种感觉也还没到顿挫感有点顿挫感但是没有顿挫的那种感觉就 就是沾了一点但是没有陷进去呃唯独那个靴那个不太满意的地方就这里第一个那个前面那个西摩西就不讲了哈这个是后面的这个笔握笔握真的这个笔拿起来真的是挺ok的重量配比都挺好的但是这个笔握真的太细了笔握的形状捏起来很舒服我个人是很喜欢 但是笔握真的需要再出个一毫米左右那拿起来就相当的棒然后笔尖的话这个斜感来讲的话就是呃有点滑但是没有到非常滑的那种感觉呃反正写中文应该是不错吧因为我自己是写英文比较多我中文比较少写但是这个笔的话相对来讲 它中英文反正都挺适用的但中应该是偏中文多一点了这个中文的话因为它是有点顿挫感的那写中文相对来讲比较合适一点你看这我看一下能不能压 哎还是能压几下你看 对可以可以这个是我离笔的这个这个它是没有你看出卖也非常顺有点小弹性不呃挺不错的一支笔 那书写感受来讲的话反正也ok用日用也没问题稍微玩一下也ok呃再下来的话整笔来讲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呃呃 英雄出比较素的一个款然后以这个笔形然后加大那个笔握嘛然后以这个笔形出现就是本身英雄比较素的这样子一支笔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败的就是说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挺让人满意的这样子一个设计好那今天的一个评测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这位笔我的一个推荐了就是呃难得能看到一支就是说呃比较不一样的笔 不一样的邪感而且就是说呃不是玩玩平常那种就英雄100或616的那个形式的就那个模块里面的笔终于有一个模块以外的一支笔而且是我是觉得说很多地方都它都重新定义过的这样子一支笔好那今天评测就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也可以交我微信呃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漏讲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